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禮拜的话我们在医学影像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头 然后稍微讲一下X光发展的一个历史 我们知道说X光其实从它发现到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过了大概120年左右了 它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开始能够用背心路式的方式 来探查人体内部的结构 上禮拜我们大概看一下一些 简单X光的一些照片而已 我们这个禮拜的话要来更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产生X光 怎么样去利用这个X光 所以第一个主题就是说 我们既然知道X光这么好用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率的把它产生出来 因为毕竟你今天如果要拿来 不管是做在工业用途或者是医疗用途 你一定要能够确信 你能够制造出一些X光出来 对不对 不然的话总不能说用随机的实验 让它跑出来 这样子的话 使用的话是比较没有效率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会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产生这个 医疗上使用的这个X光 再来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要想要看一下 如果今天把X光打到人体里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OK 它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像 骨头跟肌肉 骨头跟软脂脂 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的这样子的影像 它的一个成像机制是怎么样 对比的这个 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要讲的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才会看一些 实际上这X光的截取 还有它的应用是什么样子的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一个 怎么样产生这个X光 其实产生X光的概念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需要一些能量 因为X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电磁波 所以我们必须要制造出这些能量 怎么样制造呢 它最常做的一个方法 大概就是使高速电磁瞬间减速 使高速运动当中的电磁 让它能够瞬间减速 好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让电磁高速运动 如果今天有自由电磁游离出来的话 我要让它高速运动的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施加一个电场 对不对 我给它一个电场 它就会往 顺着这个电场的方向运动 电场越高的时候 它运动的速度就越高 OK 这个我想各位 学过电磁学应该都很清楚才对 其实就是家电场而已 好 那家电场可以让它高速运动 那怎么要让它减速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叫它去撞一些其他的物质 撞上其他的物质以后 它就会减速了 不过撞的话 是我们以一个聚观的角度来看 这一个事情发生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以很微观的尺度来看 别忘记了 X光的那个 它这个电磁波的波长 大概只有一个M-SOM这么长而已 所以这么小的微观的尺度来看的话呢 把一个电子撞上了物质 或是其他的元素的时候 也就是撞上了一堆原子核 它的电子核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 我们说电子带负电嘛 对不对 原子核带正电嘛 如果你今天电子撞上去这些元素的时候 非常靠近它的原子核的话 如果今天完全没有靠近原子核 就咻就冲过去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X光具 有很高的穿透性这件事情嘛 因为挡都挡不住 但是如果它能够 它那个入射的这个距离 OK 入射的这个位置呢 跟原子核差不多的时候 带负电的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 彼此之间会产生一些 相吸嘛 库仑利的相吸 这个库仑利的相吸呢 会使得它的速度变慢 让它动能消耗掉 那这个消耗的动能呢 就可能会以X光的方式辐射出来 OK 那这个就是一种产生辐射 产生X-Ray的一个方式 所以以自由电子 这个高速的自由电子的角度来讲 它好像在刹车一样 什么东西让它刹车了 带相反电荷的这些原子 让它刹车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 有一个名字给它叫做 刹车效应 GRACE TRAINLON 这个字的话呢 各位很陌生都在里面 有关系 因为它是德文 OK 那如果 以英文来讲的话 比较常见的一个名词 我们会把它叫做 BREAKING RADIATION BREAKING BREAK就是刹车的意思 因为刹车 因为自由电子的刹车所产生的X-Ray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BREAKING RADIATION 那除了这种刹车效应以外 其他还有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产生X-光 OK X-Ray 我们把它叫做 CAPEDORISTIC RADIATION 这个我们稍后会再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刹车效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圆圈圈的这个东西 它代表的都是元素 都是物质元素 我们说 今天我们想要看的是X-Ray 所以我们尺度要说得很小 OK 我们看的是 电子和原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所以尺度缩小一点点 你就看到了很多的原子 排列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让我们 被我们撞的对象 什么东西撞上去 高速运动的自由电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线套跑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使用高电场 对于电子进行做加速的运动 所以它会从上面冲下来 那很多的冲下来的电子 就像这一条线一样 它其实离这些原子盒都很远 所以或许它有一点点 受到一些吸引的力量 但是原则上 它没有受到太多的改变 所以它还是这样子 就这样通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穿透过去的这个自由电子 它并没有被挡下来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电子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 这个冲进来之后呢 它cover到它的电子轨率的 一个里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跟我们的原子盒 的距离很接近了 近到就是它们两个之间 所产生的库仑力 就是异性相吸的这个库仑力呢 会让它改变了它运动的路径 当它改变运动路径的时候 它也会改变它运动的速度 它会减缓它运动的速度 这个能量的损耗 就会用其他的方式 转换出来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今天转换出来 是一个X-ray的话呢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 因为刹车效应 而产生的一个Radiation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呢 入射的位置呢 当它越靠近原子盒的时候 它的interaction会越强烈 相互作用力会越强 因为库仑力 跟距离的平方会成反比嘛 对不对 这时候它的相互作用 越强烈的状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呢 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边入射了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非常的靠近 就差一点没撞上了 这个时候很强烈 所以你看它的interaction的时间很久 甚至呢它绕了一百 往回跑 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 因为它们的作用的时间很长 所以转移的动能会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 它也会释放出X-ray出来 但是在这个case里面 跟这个case里面 它们所释放出来的动能大小 其实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因此我们把这个地方 叫做low energy的X-ray 这个地方是high energy的X-ray 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损耗比较少 interaction比较少 损耗比较少 所以我们射出的这个X-ray 它带的能量就会比较少 这边呢反之 interaction的时间比较长 转换的能量比较长 转换的动能比较大 所以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X-ray 它的能量也会比较高 好 随便复述一下 我们再说 那个一个电磁波的能量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其实是跟它的频率有关系的 那个turn OK 普朗克长速乘上它的频率 OK 所以它的能量越高的意思 代表它的波长越短 频率越高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刹车效应 Break Sparrow 好 那 这只讲一半而已嘛 对不对 今天把高速电子打进了一个 任何一个介质来说的话呢 它碰到的这些元素 这些原子核产生的交互作用 就会产生X-ray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也可以产生X-ray的呢 有 我们刚刚有说过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特征辐射 那什么是特征辐射呢 它跟我们刚刚的刹车效应有什么不一样 它差异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今天 打进来的这些高速的自由电子呢 刚刚好 我们刚刚说的是跟原子核的交互作用嘛 但是原子核旁边是不是有很多电子 原子核越大的 含有越多直子的周边的电子 就会越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今天打进来的高速自由运动的这些电子呢 如果刚好撞击到了 电子轨道上面的电子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撞上去了 等于你给它的一些动能嘛 对不对 如果你给它的动能 能够让它逃脱它的轨道的话 这颗电子就跑出来了 就撞开来了 OK 所以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 送进来的这个自由电子 具有高能量的这个自由电子 它刚好撞到了 那个电子轨道上面的这些原本稳定的这些电子 给予它足够的能量能够逃脱这个电子轨道 好 逃脱了以后呢 这两个不重要 逃脱逃走了以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说原本 那个电子轨道上面的电子数目 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 的一个数目 比如说以最内层来讲 K层来讲的话 它一定要是两个 以L层来讲的话 是六个 它是用偶数个这样子的方式 那个 见真的方式这样子排列的 这个在量子绿学里面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有提到 那如果我今天把内层的其中一颗电子 撞走了的话 这个原子的电子轨道 就会呈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OK 所以它会有一个倾向是想要 从外围把电子再拉进来 填补最内层的电子 以此类推 OK 我要把外面的拉进来 填补最里面的这个 因为我需要让它是在 两个的数目 以K层来讲 我希望它是以两个的数目 这样才能够维持 这一个元素的稳定性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有一颗L层的 第二层 L层轨道的这个电子被拉进来 去填补K层的这个位置 可是L层和K层 这两个不同的轨域上面的电子 其实它的位能不一样 越靠近内层的电子轨道 它的位能会越低 OK 它的位能其实是越低的 所以你从外层轨道 把电子拉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要丢掉一些能量 它才能够进到这么低的 未能的轨域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它为了要能够进到 这个比较低的轨域里面 它所丢掉的这些能量 也会用X光的方式 用电磁波的方式释放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特征辐射 OK Terristic Radiation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所举的例子 是什么 它是从L层轨道 掉进来K层轨道 这个地方 L和K之间的能量差 未能的差异 释放出来 变成我们的辐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 如果 纯粹以能量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用能阶的方式 来描述各个不同的电子轨域 所以内层的话是K层 再来L层 再来M层 再来N层 OK 你内层电子被撞掉之后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内层的K轨域的这个电子被撞掉以后 L层的下来补 所以今天它所产生的这一个 能阶的差异 就会全部转移到我们电磁锅上面 换句话说 你今天产生的这个S-Ray的能阶 能量的多寡 就等于这两个未能能阶上的差异 好那既然它可以从L层跳进来 那我可不可以从M层进来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要从外围的高阶的这些 高未能的这些电子拉进来 外围轨道拉进来 那个比较靠近你的轨道 这样都可以 OK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可能不是从L层拉进来 我们有可能是从M层拉进来 只要你那边有电子的话 那如果从M层拉进来的话呢 它的能阶差异就越大 换句话说 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S-Ray的能量就会越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地方所举的是什么 它所举的例子就是说 它可能可以从L层跑到K层 也可能从M层跑到K层 也有可能从N层跑到K层 从不同的未能的地方 未能的这个电子轨域 跑进来K层 就是最终的这个结果的话 最终的这个 终点的话呢 它因为能阶上的差异 所以释放出来的S-Ray 它的能量也是不一样的 OK 来同理可推 我们刚刚打掉的是K层的电子嘛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打掉的是L层的电子 其实也可以 这两条线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你打掉的是L层的电子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子的现象 从外面抓一个电子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从M层抓进来 或从N层抓进来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释放出来的S-Ray 它的能阶就等于M和L之间的差别 或者是N和L之间的差距 OK 那我们有一套命名的方式 就是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从最接近的能阶掉下来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S-Ray的话 我们都把它叫做α 第二层呢 叫做β 再来呢 叫做γ 那通通掉到K层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Kα Kβ 和Kγ 所以由这个简单的命名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电子是从 原本的这个电子是从哪一层 掉到哪一层 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小 相当于哪些能阶的差距 OK 所以同理可推嘛 这个地方 掉到L层嘛 所以它这个叫做Lα 这个呢 就叫做Lβ 可以给它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到目前有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各位就可以知道 现在 藉由特征辐射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S-光 它的能量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它跟你今天原本的这个高速运动的自由电子 打掉的是哪一层的电子 以及补进来的是哪一层的电子 有关系嘛 也就是它所牵动到的是哪两层电子的未能 而有所关系 因为它所释放的都是这些未能的差距 在隐身点来讲的话呢 它既然只跟这些轨道有关系的话呢 那代表我今天会释放出来的能量 其实呢 它都是这些轨域之间的未能差距 也就是说我今天只要选定了这些被撞击的元素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知道 藉由特征辐射所释放出来的F-ray 它的能量是多少 这是固定的 因为要嘛就是Kα 要嘛就是Kβ Kγ 不然呢就是Lα Lβ OK 或是Lγ 等等的 总之都是这些能阶的差距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所产生出来的F-ray 它的能阶 它的能量 它其实是一个discrete spectrum 它是一个离站的能阶 相对上来说 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刹车效应 刹车效应今天所制造出来的F-ray 它的能量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跟今天受到原子核的作用 造成的动能减少的程度 跟这个有关系嘛 对不对 你减少越多的动能 它可能就会转换成F-ray 释放出来嘛 那这个跟什么关系 它其实可以跟你今天的电子 原子核之间的距离 是有一些关系的嘛 它是一个距离的一个函数嘛 对不对 你今天释放出来的能量 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也就是跟你的入射位置是有关系的 那入射位置可以是一个连续函数啊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今天所释放出来的这个F-ray的能量 也会是一个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什么样的能量可能都可以制造出来就是了 OK 当然 低能量的几率会大一点 高能量的几率会小一点 对不对 因为高能量代表你必须要离原子核越靠近嘛 几率来讲的话本来就比较低了 低能量来讲的话你离它比较远嘛 对不对 那比较远的话那个半径比较大 所以你打到那个位置上面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嘛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一个几率的分布 所以只要你要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出相对应的这个F-ray的能量来 所以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为了解释接下来的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 使用高速的自由电子打向了一个把面之后 它所制造出来的X-ray 如果我根据它的能量和它的树木 画成一个对应图的话呢 它长得像这个样子 其中很熟的部分呢 代表就是我今天释放出来的X-ray 它的能量是多少 每一个Phantom的X-ray 每一个光子的能量是多少 我们刚刚说过的光子的能量是跟它的频率 或者是跟它的波长是有关系的 OK 频率越高的话呢 它的能量是越高的 纵肘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写的是 Bentham Florence 或是Bentham Per Area 也就是说 单位空间里面 单位面积上面呢 它所累积的光子数目是多少 所以纵肘的部分 比较像是Intensity 你到底产生了多少X-ray的光子出来 OK 好 那这边有很多的部分 它告诉你是什么呢 它实际说 我今天打上去以后所制造出来的X-ray呢 其实它长的是像这样子 它是一个比较连续的一个频谱 再加上两根 有点像两根钉子这样子 OK 这两个呢 这两个很著名的 看起来就很明显差异的 这两个component呢 它分别呢 就是由我们的 煞车效应 和特征辐射所造成的 OK 首先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煞车效应 我们刚刚说 煞车效应的话 所产生的这个X-ray能量 跟它入射的位置有关系 基本上它会是一个连续函数 OK 那因为距离越接近的 这个几率是越少的 所以产生的高能量的X-ray 本来它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距离越远的 我说离原子核越远的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产生低能量X-ray的 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theoretical curve 那种theoretical line 理论上来说 它所产生的X-ray 能量以及数量的分布 它其实是一个地降函数 它是一个斜率而附的 这样子的一个接近 是直线的一个东西 OK 可是呢 我们今天收集到的 X-ray的这个光谱呢 很明显的跟这个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高能量的地方 蛮接近的 可是低能量的地方 不太一样 OK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是在于说 在这个很低的能量的部分 OK 在这个部分 很低的能量的部分 这些X-ray呢 它非常容易受到周边物质的吸收 OK 所以它产生了以后呢 它甚至可能没有办法放射出来 穿透出来 被你接收到 可能在旁边 包含这个X光管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X光管的这个 结构 它可能会被X光管上面的 这些玻璃 就已经吸收掉了 可以 它没有办法 出 没有办法穿出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能量 是比较低的 所以 我们今天真正能够用来 做应用的X光光谱的频谱呢 大概就是这个部分而已 低能的部分被吸收掉了 我们的X光在意料上的应用 其实是一件好事 怎么说呢 因为既然这些 这么低的能量的X光 会被 它已经能量低到 在旁边的这些玻璃 就没有办法穿透的话 那 同理 它更不可能穿透人体 对不对 它穿透人体的可能性很低嘛 可是我今天要把人拿去照X光的时候 如果今天照下去 通通都被吸收的话 请问一下 你在背后还收得到讯号吗 其实你收不到 就是全部一片黑而已 它只会造成你剂量的累积 而不能够告诉你 生理结构的资讯 所以 这些低能量 很低能量的X光 对于 医学影像来说 其实是没有用的 它只是让你的辐射剂量增加而已 所以 我们来讲 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们吸收掉也好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剩下的部分 就会保留下来 那高能的部分 因为它穿透性非常的强 所以 它几乎都可以跑出来 被我们接收使用到 这样子 注意一下横手的范围 横手它的单位是KEV EV的话是电子福特 这是一种能量的单位 K的话是10的三四方 大概是这样子 除了刹车效应所产生的频谱之外 各位还可以发现这边有两根 这两根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特征辐射所产生的X-ray 你会看到它有非常明显的离散特性 它只有在特别 所谓离散的特性就是 它只有在特定的能量上面 它才会有反应 除此之外它没有 OK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的 根据这一个能量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个电子轨道能接的对应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其实就是刚刚的Kr bar 这一个就是刚刚的Kb OK 也就是呢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电子 撞到了最内层的K电子之后 跑出去 从外层补进来的这个电子 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其中Kr bar来讲的话呢 是从M层来的 sorry 是从L层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Kr bar的部分是从L层来的 所以这两个能阶距离比较 能阶差异比较小嘛 对不对 对应到就比较低能阶的部分 那Kbeta的部分呢 它是从M到K的 所以这一个距离比较大 能阶差异比较大 所以能量是比较大 它比较靠右边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今天真的有Kr bar的话呢 它其实会再更靠右边 可是在这个example里面 我们看不到Kr bar 很有可能是 它在N层 它可能没有电子 OK 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 从N层的那个地方补进来 这是有可能的 它只有其中前面三层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只会看到Kr bar跟Kbeta 可以齁 好 那今天不管是使用 那个Brashtrelon OK 所产生的这个x ray 或者是由特征辐射所产生的这个x ray 它们只要是频率适当 OK 也就是它们的能量适当的话呢 都可以拿来做为 这个医学的x光的一个光源 都可以的 并不是说我只有哪一个部分可以拿来用 其实都可以 只要它的能量 是位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那为什么我会特地讲到能量呢 等一下我们会多说一点 但是现在可以开始有点概念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对于能量太低的x ray来讲的话 它根本没有办法穿透人体 它只会制造 累积的这个浮射剂量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不想用 对于能量太高的那些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穿透性非常非常的强 承受性非常强的就是 不管你什么东西都挡不住 肌肉挡不住 骨头也挡不住 所以这么一过去之后呢 其实我要通通都到你的 那个感光榜上面 或者是成像的位置上面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产生一些影像上的对比 所谓对比就是 有的要能过 有的不能过嘛 对不对 那如果对于这些高能量 非常高能量的x ray来讲的话 它通通过去了 它对我们的影像也没有帮助 OK 它让大家都加分 但是大家加的程度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彰显出 不同组织上的差异 所以这些其实我们也不要 那只要范围 你的能量的范围 落在我们需要的这个区域里面的话呢 都可以拿来作为医疗使用的x光 好 如果原理知道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是用怎么样子的设备 来产生x光的 其实这个设备 跟我们之前 软型在做实验的有一点点像 有一点点像的意思是 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用玻璃的这种密闭管 只是差别在于说 我们今天所产生的x光管 我们知道 其实里面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抽成真空 然后用玻璃把它整个密封起来 那除此之外呢 里面会有两个电极 一个是正 一个是负 一个是阳极 一个是阴极 在这两极之前 我们会加以施以很高很高很高的电压 电压高到什么程度呢 高到我们的电子 可能会从阴极的这个地方释放出来 因为它的电压太强了 电场非常强 所以它的电子会从这个地方游离出来 往阳极的地方撞下去 然后再进行导电的作用 OK 那一般来讲 要为了要能够 因为你释放出来的自由电子越多的话 你可以产生的x ray就会越多嘛 对不对 它能够让这些电子释放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地方会加热 因为在我们在高温的状况之下 那个电子释放的状况会比较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写的 Hitted Filament 它其实是加热的灯丝 那因为温度越高的话 电子的游离性会越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 比较高溶点的金属材料 它必须要导电 而且要能够承受高温嘛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最常用的就是U Tonstant就是U 也就是各位 我们用来做传统灯爆里面的那个灯丝 因为我们需要它高温烧不坏 又能够导电 这种材质是比较适合的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一样的我们今天撞上去的这个把面的部分呢 通常来讲也会使用U的材质 来承受这个高速电子的一个撞击 因为电子在撞击的状况之下 它除了会产生S-Ray以外 不是只有产生S-Ray 它除了在产生S-Ray以外 它其实也会累积大量的热能 能量的转换除了以电磁波的方式释放以外 也会以热能的方式释放 那今天产生热能以后 就会造成局部温度上升嘛 对不对 那你越多的电子打进来的话 就会越多的能量 越高的温度 所以其实我们要选用那些融点 比较高的这些金属材质 才能够承受这么高的温度 不然打到一半它可能就融化了 那这些U呢 我们会把它Mount在这个 铜座的电极上面 因为有比较高的一个导电度 OK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产生S-Ray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一点一点的呢 就是高速运动的电子 它从右边往左边高速撞击 到了靶面之后呢 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所说的煞车效应 还有特程质色 就会产生S-Ray出来 所以S-Ray呢 就会从这个地方 由上往下造射出来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拿去造 某一个人的手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S-Zone管 放到他的手的上方 下面呢 放一个投影的腹幕 或是投影的荧光幕 这样就可以在背面成像 大概用的就是这样子的原理 那左下角 这个是一个 就是实际上的一个真空管 长的样子 当然现在会看起来 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是 比较早期的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热音级射线管 OK 它长的样子 这个地方就是音级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斜斜的 这个是阳级的位置 这样子 OK 所以相对应的位置 跟我们上面图画的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 今天这个S-Ray是怎么产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说 我们今天把S-Ray拿去造人体 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 看起来骨头比较没有办法穿透嘛 皮肤啊 然后肌肉啊 血管啊 神经这个穿透能力 比较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在部分穿透 部分不穿透的状况之下 我们看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骨骼的影像 所以我们就可以马上很高兴的 把它拿去医疗上面使用嘛 今天如果你有脱臼 或者是骨裂骨折的 这个嫌疑的时候 通通都可以来造一下 在S-Ray底下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底你的骨头出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那怎么样子的一个机制 产生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影像对比呢 为什么X-Ray在穿透骨头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 在穿透肌肉组织的时候 看起来就比较轻松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背后的这个原理以后 我们才能够去optimize 影像上面的一个对比 我们才能够把 不同组织之间 讯号的差异最大化 因为如果看得越清楚的话 对于诊疗上面来讲的话 准确性其实一定是越高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知道一下 如果今天把X-Ray打到了人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在讲打到人之前 我们先讲打到物质好了 这比较广义一点点 如果今天我们把X-Ray打到任意的原子 或是任意的元素的时候 它其实会产生一些效应 这些效应包含了 Renit Scattering 光电效应的话是Photoelectric Effect 还有Kentern Scattering 还有Pale Production 其实这些效果都会产生 那我们今天只打算讲中间这两个部分 原因很简单 因为Renit Scattering 是发生在那些能量很低的 或者频率很低的 主要发生在频率比较低的这些电磁波上面 那我们刚刚说过 这些基本上连离开X光Tube都很难 离开X光板都很难 因为它会被吸收掉 那更不用说它会被拿来 作为人体的这个医疗影像 甚至我们在这个 在比较一些 现代的产品上来讲 我们还会特地 会产生一些绿光板 要把这些低能量的X-Ray给绿掉 避免人体产生 避免人体累积过多的辐射剂量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谈 因为在那个医学影像里面 不会看到 那最下面这个Pale Production 我们也不太会谈 因为这个只会发生在 非常高能的电磁波 那能量高到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其实通通都穿透了 今天什么组织都好 它都已经穿透了 那根本不会产生contrast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部分也不会是 那个医疗上面 所使用的一个频率范围 真正我们在使用的 这个X光上面 打到人体里面 有可能会产生的效应 主要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光电效应 一个是康普顿散射 这两个名词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各位高中的时候 应该都已经学过才对 没错吧 那在我们这个X光的应用里面 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提一下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是什么 光电效应是什么 还记得吗 光电效应就是你拿一个光子 Fenton 去打原子核 对不对 打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Fenton的能量完全被吸收了 被谁吸收了 被这个原子的电子吸收了 当这个原子的电子吸收的能量 高到能够让它逃脱它的轨道的时候 它就被你打掉了 OK 这其实就是光电效应嘛 它把你能量完全吸收的 转换成它的动能 让它能够脱离这个电子轨道 它就跑出去了 好 所以光电效应 制造完以后 产生的是什么 它的后续的产物是什么 我们刚刚打进去的是一个光子 对不对 这个光子的能量被吸收了 所以没有光子了 可是这个时候电子被打出来了 所以它产生了一个自由的电子 以及一个正离子 因为它少了一个负电 它少了一个外围电子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正离子 OK 所以这个就是光电效应 来我们看一下图 这边图示的意思就是 这一个是一个incident x-ray 从外面打进来的这个x-ray 它的能量呢 完全被我们的电子吸收掉了 不管是k层啊 L层或m层 反正就是它吸收了足够的能量 就会越先出来 就会跳出来 变成是一个自由电子 或者我们就把它叫做 它是一个photo electron 光电子 因为它是吸收了光子的能量 而跑出来的这个电子 OK 那这个跑出来之后呢 这边就少了一个负电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是带一个正电的正离子 OK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因为你的x-ray 是完全被吸收的状况 OK 因为这个phentom的能量 完全被吸收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这个现象产生同能力的时候呢 那代表的是你x-ray 本来有一颗打进去 结果它能量完全被吸收了 它没有办法穿透过去 所以它会造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相对如果它今天完全没有发生 应该说有光电效应 跟没有光电效应 产生的时候呢 这两者的状况 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因为有光电效应 光子没有办法穿透 没有光电效应 光子穿透了 后面的胆光板 后面的这个显示那个 螢光板收到了 OK 所以它就会可以产生显像 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光线上的一个差异 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 competent散射 第二个部分 那competent散射通常会发生在 能量比较高一点的x-ray 刚刚的光电效应 是发生在能量 稍微低一点点的x-ray 现在当你的x-ray的能量 越高的时候呢 它比较容易产生 competent散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能量比较高 今天x-ray的这个光子 它带有的能量比较高 所以一样呢 它打到里面的电子之后 它只需要转移部分的能量 给这个电子 电子就可以足够 获得这个逃脱的能量 越迁出去了 变成一个自由的光电子 换句话说 我今天给完了 我还有剩嘛 那还有剩的部分 我要怎么样保存下来呢 一样还是 以电子波的方式来保存 所以 它有部分被吸收掉了 让这个电子 越迁出去 有部分呢 转移成波长 比较长的电子波 反射出去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Compersensor OK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一样看一下这个图 今天有一个电子波进来的时候呢 它今天可能打到我们的电子 打到电子之后呢 因为它能量很高 所以它只需要转移部分的能量 给这个电子就好 或者是说它打到的 其实是比较外围的电子 越外围的电子 我们刚刚说的 位能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需要的逃脱能 其实是比较少的嘛 它只要一点点能量 它就会跑出去了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给完以后还有剩下 那我们就用 这种所谓散射的方式 OK 可以得到一个 散射出来的一个光子 一个电子波 其中呢 这个 散射出来的方向 跟入射的方向 往往会有一个角度的差异 这个角度的差异 是为了要满足动能的守恒 OK 所以这怎么跟这一个 逃脱的电子 保持动能的守恒 和动量的守恒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今天 比较有产生康普通散射 跟没有康普通散射 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跟刚刚不太一样的是 康普通散射 发生的时候呢 虽然你的部分能量 被吸收 但是还是有部分能量 继续反射出去嘛 只是方向有点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你背后的这一个 接收讯号的这一个位置 你还是可以捕捉到 散射出来的这个光子 那它反而就没有办法 产生这么高的一个 影像上的对比了 一来是你还有结果跑出去 二来是你先跑出去的结果 跟它原本的位置 其实不太一样 原本的方向不一样 原本我们X-ray打进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们会认为说 这个X-ray的方向跟入射的方向 出射的方向跟入射的方向是一样 但是如果经过Champton Scattering的时候 它其实会造成光子的行径路径的改变 我们刚刚说了 我要保持动量守恒 所以它会位移 它会跑出方向 好 好 不一样的角度出去的时候呢 那代表就是说 我今天可能会在其他的位置 被这个 螢光板所接收到 被X光板所接收到 它就会误以为这个讯号 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所以它所制造出来的对比 就会比较低 OK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X-ray打进来以后 有可能会产生光电效应 有可能会产生Champton散射 那也不是说 哪一个能量以上都一定会产生Champton散射 哪一个能量以下就一定会产生光电效应 它是一个比例上的分布上的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就是分别 我们分别把X光打到了铜和乌 这两种不同的金属上面 这两个都其实都是在那个 我们刚刚的X光板里面 应该说X光Tube里面 常常看到这个金属 对不对 我们如果打到这两个金属物质之后呢 所看到的这一个衰减的现象 用这两个图来表示 其中呢 它们的横轴都代表的是能量 也就是说你今天用哪一种能量的X光入射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纵轴的部分呢 你会看一下它是Linear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线性衰减系数 线性衰减系数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经过了单位的长度之后 你的衰减的程度 当你的线性衰减系数越大的时候 那代表是我经过一样的距离的时候呢 讯号的Decay会越严重 也就是X光的Phantom被吸收的比例会越多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用这条曲线 用这些曲线来描述 在不同的X光入射到这些铜的材质之后 所产生的衰减现象 其中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条线 有一条线是这样子的 几乎是斜直线下来的 这条线代表就是因为光电效应的关系 所产生的衰减现象 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它主要是集中在比较低能一点点的部分 那这一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能量越低的时候呢 产生因为光电效应 所产生出来的衰减其实是越大的 相反的能量越高的时候呢 产生光电效应的机会是越少的 这个时候呢 谁会出来取代它呢 就是Compton散射 这边有一条圆弧线的状况呢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Compton散射 所产生的衰减 当你能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产生Compton散射 而造成了这个X-Ray的衰减 变成它的主因 因为能量比较高 我给完了还有剩啊 OK 所以通常来讲 就会变成Compton散射 最后能量在更高的时候呢 才会产生Pale Production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讲了 我们说我们只看这两个部分而已 那上面有一条弧线 有点像是B镜的这样子的一个弧线呢 它其实代表就是 这些不同的Effects 所产生的综合现象 那你可能会想说 这两个不是应该是 这两条线加起来成TOTO吗 为什么它在低能的这个地方呢 TOTO这条线 几乎跟TOTO Electric Effects 这条线几乎是吻合的 请注意一下 这边是对数做标准 OK 所以呢 虽然一个点在这边 一个点在这边 但是它所对应的比例是多少 这边是1000 这边呢 大概只有1.5 1.6而已 OK 所以很明显嘛 1000加上1.5 1.6 其实也多不了多少 所以你看起来 这个地方是几乎overlap OK 一直到它们比较接近的时候 才会有一点点相加的效应 这样子 所以请注意一下 这边所造成的衰减比例 是非常差异非常大的 到目前为止可以吗 好 那右边来讲的话 就是一样的概念 我今天把那个S-ray 打到Tonstant 乌这个材料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一个 衰减的一个特性曲线 一样你也可以看出来 从以总衰减的特性来讲 一样是越低能量 它的衰减量会比较高 能量越高了呢 穿透性会越强 衰减量会越低 其中低能的部分呢 是Potoelectric 在Dominate 能量稍高的时候呢 从这个点开始 会变成是Compatent Scattering 在Dominate 最后才是Pale Production OK 那这两个图相比起来呢 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哪一个不太一样 第一个大家注意到的一定就是 怎么这边还有一个Peak 尖尖的东西 这怎么来的 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有写一些数字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箭头对到的是Kh 然后是69.53kev 这边是Lh 它有三个数字 大概都是10到12 这部分在分布 这代表的是什么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 你今天的U U这个元素的电子 它要从K层逃脱 所需要的能量是多少 从L层逃脱 所需要的能量是多少 一旦你入射的X-Ray 高于这个能量的时候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是Kh Kh所代表的能量 一旦你今天X-Ray的能量 高于它越迁所需要的 这个逃脱能量的时候 你的衰减程度会大增 因为你越容易把它打走了 原本一直打不走 因为你的能量不够高 那你现在能量开始 跟它一样大 或甚至比它大的时候 你可以把最内层的电子 撞到 你真的可以把它打走了 对不对 打走它把你的能量 全部都消耗完了 全部都吸收掉了 这个就是光电效应所产生的衰减现象 光子衰减现象 所以它的衰减比例会瞬间提升 它会发生在跟能接轨域有关系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常见的一个现象 此外呢 各位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 以这两个图相比的话 它们的坐标轴有没有一样 其实有 横轴的坐标 纵轴的坐标都一样 所以它观察尺度都一样的状况之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什么事 谁的衰减器数比较高 是铜的还是污的 很简单嘛 我们随便取一个地方 比如说 举个例子 0.2megaEV的时候 对上来 这个大概是2 这边对上来呢 大概是2 换句话说 这个其实它的曲线的位置都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意思 反映的是什么 衰减器数比较高 不管你入射的X-ray 是什么样子的波长 或什么样子的频率的时候 污所产生的衰减率都会比较高 很合理嘛 很合理嘛 来 为什么我说很合理 你看它的原子序就知道 一个29 一个74 代表是什么意思 一个铜外面有几个电子 29个嘛 稳定的铜元素啦 那一个乌呢 74个嘛 数量越多的 你是不是越容易发生interaction 你X-ray打进去 是不是越容易打到 对不对 越容易产生光电效应 越容易产生component散射的话 所以它的衰减就会越明显 OK 这就是我们之前有稍微提到的 如果今天我打到的是 原子序比较高的 这些元素的时候 通常来讲 它的衰减都会比较高 OK 好 看完打到金属的物质之后 的结果之后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打到人体会发生什么事 OK 这个图跟刚刚的图 非常的类似 纵轴一样是Linear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横轴一样是Fenton Energy 就是X光的入射的能量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不同的曲线 来代表的是 不同能量的X光入射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衰减系数 好 这个地方一样 都用μ来表示 Linear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它所遵循的公式 我们刚刚没有讲 现在把它列出来了 它是一个指数的方式 在做Decay的一个方式 Exponential Decay的一个衰减函数 OK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跟刚刚非常类似的现象 能量越低的时候 衰减长处越高 也就是说 今天经过了一样的距离之后 X光的光子 所剩的 所消耗的程度比较多 剩下的比例比较少 越高能的部分 穿透性越好 OK 其中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三条线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分别代表的是 Bone Muscle 还有Fat Bone是骨头 Muscle 肌肉 这个是脂肪 它在穿透不同组织的成分的时候 它的衰减的曲线 分别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刚刚才看到 曲线如果越高的话 那代表它的衰减系数就越大 衰减性就越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骨头其实里面衰减系数是越大的 再来是肌肉 再来是肺 脂肪 那其中这两个呢 肌肉跟脂肪呢 这两个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把它统称为 Soft Tissue 軟组织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